P昨天,新科学家网站报道,那一次不太常见的凶杀案,一只椰子蟹偷袭,跟踪,碾碎,撕裂,啃食了一只红脚尖尿,场面极其血腥,事情是这样的,去年初,新海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的马克莱德尔·马克·雷格尔访问了印度洋上的查格斯群岛,这里是研究椰子蟹的好地方,一天晚上, 他看到一只椰子蟹正在树上爬,树上住着一只红脚尖鸟,椰子蟹慢慢靠近了鸟,突然举着蟹钳冲了过去,一钳子过去,就把这只海鸟翅膀的骨头给夹断了,尖鸟痛苦的掉下了树,鸟儿在地上哀嚎的挣扎,然而,翅膀断了,它哪儿都去不了,凶手不紧不慢的从树上爬了下来,干上了猎物,伸出蟹钳, 把它另一个翅膀的骨头给碾碎了,开始活活啃噬,披不久之后,血腥微和骚动,吸引了另外五指的椰子蟹,它们也加入了这场盛宴,椰子蟹 Burgus, Littro,不是螃蟹,而是一种巨大的陆生寄居蟹,它们也是现身最大的陆生无脊椎动物,体重和打死公斤,肢体展开进一米场,这种动物的血民种加持,Littro的意思是强盗,它们也确实是强盗,会吃任何有可能获得的食物,无论是海鸟,还是椰子, 但首先,还是得有如此抓到的机会,椰子蟹最强大的武器是它们的蟹钳,日本研究者曾测试过椰子蟹的捏力,发现最大的个体捏力可达3300牛 朋友们,这是什么概念呢?化掉将近一多啊,朋友们,化掉所有体重超过0.14,千克的陆生动物中只有短吻恶的咬力比这个大啊,朋友们,半猎狗的猎齿咬力也只有不到1000牛啊,朋友们,想想看,如果你的手被这么夹一下 莱德尔表示,小岛上椰子蟹的数量,有可能会塑造当地的生态环境,如果岛上椰子蟹多,海鸟就难以再次繁殖,毕竟不管你在地上在树上做潮,椰子蟹都能吃了你或者你的蛋,但反过来也一样,如果一个岛上海鸟多,椰子蟹就难以繁殖 长大了的蟹蟹虽不怕海鸟,但小时候怕啊,屁椰子蟹虽然强悍,但也有个它们自己没想到的天敌 人类,这么大的蟹,肉多了,东南亚还有人民性这玩意要壮阳,于是,在某些海岛上,它们的数量下降得厉害 目前,我们依旧不知道,椰子蟹的总体生存状况,只希望这些小恶魔不要灭止于人类之口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